日本强烈抗议中国官方在新地图中将钓鱼岛纳入中国版图 不过中国也强硬地表示不接受日方所谓的抗议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指控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的地图将钓鱼岛标为中国领土是理所当然 中方不接受日方所谓的抗议 中国日前发布的中国新版标准地图 除了将整片南海纳入中国疆域 也将钓鱼岛和其附属岛屿纳入版图 引起日本强烈抗议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薄一星期二表示 日本已经通过外交途径 向中国严正抗议中国新地图 将间隔诸岛标注为钓鱼岛 并且要求中国立即撤回 辆黄氏 和其它们在这回 apples北 许岛屿线49 感谢观看